大家好,我是赖宇凡,欢迎回到今天的时事课教室 今天我们时事课教室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小朋友无意识的坏习惯改掉 比如说像咬指甲,抠东西,抠到流血 或是弄头发,这样的事情如果有影响到生活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把这个习惯改掉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案例 有人写信进来给了我这个案例 有个孩子他会一直不停地咬指甲,把指甲都咬伤了 当孩子在咬指甲的时候,大人做出了以下的回应 我叫他回应,小孩子第一次咬指甲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他说小朋友第一次咬指甲的时候是他拿脚指甲起来咬 然后大人觉得好可爱 所以大人就说你好厉害哦 那后来因为这个孩子不停地咬指甲 咬的都已经出血了 所以后来大人就开始打骂他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人的行为 就是孩子咬指甲这个行为是怎么样受到大人回应的影响 我们看第一行 这个小朋友咬指甲的时候第一次大人说 哇你好厉害哦 很明显的这样子赞美其实是一个奖励哦 所以孩子咬指甲的行为第一次的时候是得到奖励的哦 那后来他不停地下意识地在咬指甲 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哦 这样已经让他受伤了 所以大人开始很紧张 他们就觉得那一定要赶快跟他讲 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做就开始打骂啊 他每次咬指甲的时候就打他 或是骂他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做啦 那你们要记得哦 骂这件事情是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如果再骂一个人的话 你现在一定不会去接那个电话哦 所以这个人得到你全世界的注意力 就你全世界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 那这个对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奖励 尤其是小孩哦 那打这个孩子呢 你们要记得打哦 是肢体的接触哦 大部分来说肢体接触在我们看来是奖励哦 因为肢体接触啊 对于一个孩子跟大人的关系来说 他是确保了他们生存哦 所以打跟骂其实两种都是奖励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为到底遵循了什么样的准则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 他如果得到痛苦的记忆 他就会避免这个行为哦 那如果这个人做一件事 他得到美好记忆的话 他就会重复这个行为哦 所以每一次你看到有一个行为 一直不停的重复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 我到底给他建立了什么样的美好记忆 或这个人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美好记忆哦 那在这边因为小孩子不停的重复咬指甲的这个动作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这个动作这个行为 咬指甲其实是大人鼓励出来的 因为他得到了非常多的奖励哦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我们行为策略是什么 才可以改变这个坏习惯哦 那在我们做这个行为策略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要习惯不要猜想他人在想什么 我发现我们都有个坏习惯 就是当小孩子有这种坏习惯 咬指甲的坏习惯啊 或者是去弄别的东西的坏习惯 我们就在想说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就会想很多 就会说小孩子这样做是因为他就是压力大 或是他无聊啊 或是他就要得到我的注意力 或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记得在处理行为的时候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不要猜想他人在想什么 你们只要把精神跟时间投资 投资在这个专注在个行为上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个行为策略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没咬指甲的时候奖励他 如果这个因为这个是他的习惯 他下意识做这件事 他并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 当他没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机会奖励他 如果这个小孩子现在不咬指甲 那大人就一定要记得你要给他一个拥抱 一个亲吻或者是在美他 你真棒你都不咬指甲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在各个层面上面 你都在奖励他不咬指甲这个行为 那孩子的身体渐渐会记得在我不咬指甲的时候 我可以得到亲密的身体接触 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奖励 所以身体就会记得不咬指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要重复啊 这个时候习惯才会被改掉啊 那你们一定要记得啊 你们要说清楚 你在亲吻在拥抱在赞美这个人的时候啊 你到底是为了哪个行为才做这件事啊 也就是说你不只是要在惩罚别人的时候把他做什么事情讲清楚 你要在奖励别人的时候也讲清楚他到底是为了哪个行为才被奖励哦 要不然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你好乖哦 你今天好乖哦 这是最无聊的句话 我觉得这种话最无聊 为什么 因为今天他做一千个事情 就你不你讲说你好乖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做哪一件事情好乖哦 记得你要奖励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把是哪一个行为他受到奖励讲清楚哦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鼓励对的行为的时候 永远比惩罚错的行为力量要大得多 所以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在关心小孩的时候最自然的一个反应 尤其是中国父母都是要碎面或是打骂或是这个讲他们哦 可是其实这个对于他们现在的坏习惯的改变没有任何的帮助 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现在依旧有这个坏习惯哦 所以其实真正有效有力量的方法就是找他们做对的时候 给他们大大的鼓励哦 好那我们就希望这一集的时时刻刻可以让你们因此而改掉自己小孩的这个无意识的坏习惯 那我们就下一集时刻教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